大家好,吳仔 大家好,OK仔 今天我們討論健康的資訊 先扮演別人的舞台 我們今天討論發炎、濕疹 很多身體問題和食物的發炎有關 開啟了人生的密碼後 我皮膚的問題變得好轉 但有時真的避無可避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Plaidron五蚊雞無廣告 下面就盡快收聽我們的廣播 我們這條影片先賣一個廣告 我知道近來健身室開啟了 我現在吃的是糙米蛋白 它不會令身體發炎 但很多的奶粉是會的 市面上的健身奶粉 補充蛋白質的都會 因為它有糖分、單糖 而且就算它說 我們這隻奶粉沒有糖 你也會有代糖 有很多代糖基本上是傷你的腎臟 也有些是致癌 而且也挺難吃的 因為它有些增味劑 例如草莓 草莓 草莓哪是這樣的味道 明白的 是的 草莓、朱古力、雲呢拿、蜜叻、蜜叻、蜜叻 這些粉很多有增味劑 很不健康 我們這隻是由這位健美素食者 他研發出來的醋米蛋白 因為他本身吃全素 連雞蛋也不吃 但是都玩得這麼大隻 他只吃這個粉 因為這個粉是用醋米提煉出來的植物蛋白 它的味道我最近就在吃 它就像吃粥 吃粥水 也不錯 好在我們吃的健身蛋白很多是惡氣的 吃下去是不惡氣的 舒服的 是不放屁的 舒服的 但淡口就像吃粥一樣 你可以當正餐之前吃一殼 喝了有二十幾個gm protein 都一樣是大隻的 我們賣完這個廣告 大家在下面有個曲 7折 是可以 是不是7折 你用它看清楚 嘩 有折頭是好事 真的7折 下面有個曲 7折 就可以買到這隻 醋米蛋白粉 吃粥也很大隻 不用吃那麼多 無謂吃那麼多雞 殺那麼多生 經常跟你們說 夏天到了 正所謂 大隻仔大隻女 大隻女 女人蛋白質是重要的 蛋白質 膠原蛋白各樣 你的臉也沒那麼泡 男女也能吃 好 我們今天講的發炎 就是我最近找到那個 我自己皮膚有濕疹的原因 財富密碼 又來 又不是財富健康 對 健康就是財富 健康就是財富 沒錯 喂 原來有很多病 都是因為發炎所引起 而我們經常吃東西 就會有這些問題 吃了些東西 這個發炎 萬聖發炎 其實就是cancer的前兆 發炎 就等於cancer cancer就是發炎 它有什麼事呢 它有幾個病 是跟發炎有關的 子宮頸癌 經常說打針打針 打這麼多針 不知道多少界那些 你斷它的因 因為你斷它的發炎 讓它不會有人類乳突病毒 就是子宮頸癌 另外一個呢 叫做卡波西爾肉柳 人類拋診病毒第八型 嘩 還有食道癌 胃食道逆流 都有關和發炎 你剛才說胃食道逆流 其實都是影響到大家很心願的 幾樣 還有臨巴組織 臨巴癌 胃的事 叫幽門螺旋菌 都跟發炎有關 B肝C肝病毒 或者抗發炎 肝炎可以引發到肝癌 膀胱癌 膀胱癌 嚴重就是膀胱癌 我一喝可樂就有膀胱癌 我告訴你 我一喝尿道痛 腎膀胱癌系統發炎 即是碳酸 糖分 主要是高糖分 我們說的一樣東西 什麼 玉米糖漿 玉米糖漿 大腸癌 還有一隻卵巢癌 骨盆發炎疾病 這些全部都是萬性發炎症候群 不是感染 但是會增加罪患癌的風險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不是說吃煙才會 吃煙也是其中一種 有些東西是毒煙仔 都是那句 放進口的東西大家也要小心 有些說不要過量 你儘量避免 有些吃到也沒辦法 好像我最近吃麥包 糟糕 吃下去這麼甜 哎呀 你肺有糖 是啊 麥包已經是最好的 白麵包更壞 那些叫精煉碳水化合物 沒錯 今天教大家 怎樣吃得不會有這種發炎 還有有些人不是每一隻都有事 但是有些大部分都會有事 就算他沒事也不好吃 那譬如 在西方人 你有沒有覺得西方人的樣子特別易老 衰得快 你看碧咸 一早十幾年前已經成為阿爺 嘩 幾多三十幾歲的額頭火車鬼 是 因為傳統的西方飲食 是特別容易引致發炎的 發炎又是一個容易衰老的原因 他們西式的餐飲 就會用了植物油 以及一些叫谷脂的肉類 谷脂牛 肥仔吃 哎呀是谷脂牛 谷脂牛 肥仔肥到這樣 有發炎的 這些容易 加工的肉類 你知道他們很喜歡吃Bagan 是嗎 吃那些叫做 煙肉 這些重鹽份 加工肉類 什麼 腸呢 沒錯 腸仔 那些也是 就算不是發炎 你也吃很多瘦藥 吃到 滾東西都縮的 是嗎 還有乳製品 芝士 大量的乳製品 白麵粉 蒸糖 還有蛋類 其實有些人會吃蛋就發炎 我有個親戚吃蛋 耳朵就流動 有些人就沒事 所以 其實 含有大量的 人家說Omega-3是很厲害的 它就是Omega-6 Omega-6的脂肪酸 就會容易引起發炎 但是 其實地中海飲食 譬如印度菜 和亞洲 其實都會降低發炎反應 尤其是日本和印度 為甚麼 印度有薑黃 薑黃就是他們的咖喱 很多薑黃 香料其中一種 日本有他們吃魚生 海魚有Omega-3 有抗鹽 還有地中海飲食當中 很多的橄欖油 阿麻子油 天然脂肪魚 還有芫荽 你介紹芫荽 薑這些 是抗鹽的 所以發炎其實很嚴重 還有甚麼 讓你發炎 有生癌 老化的風險 就是酒精 剛才提到的 高果糖 玉米糖漿 即是可樂 汽水 必有的 遠離這些食物 必須嚴格控制 我相信有些人會說 濕疹不好 又要吃這些 又要去濕 你嘗試把這些 都戒掉 大家對 你所說的 炎症 他以為真的好像發炎 暗瘡一樣 一定是在表面出來 不是 他是少量萬性發炎 我有一個朋友 在Facebook 他說 我的暗瘡也醫不好 我一句話 我說 你戒掉所有發炎的問題 令你發炎的食物 你一定沒事 我是這樣說的 他又問我怎樣 我說 如果我說得不詳細 你自己都可以上網找 這裡嚴格 叫你們不要吃以下的食品 紅肉 紅肉 豬牛羊 少量 不要大量吃 你知道打火鍋很喜歡吃牛肉 醋 不要說是發炎 醋就是發炎 上火 上火就是發炎 中醫的角度來說 這些食物吃得多 沒有益 上火 equal to 發炎 是啊 經常說 癌症就是內臟生了一顆瘡 生在臉上 摺了它 生在桿子 切了它 是 剛才說到加工肉 熱狗 加工肉食全部 另外 植物脂肪 氫化植物脂肪 反式脂肪 譬如是蛋黃醬 美乃茲 日本人說的 沙律醬 白色那種 一口沙律醬 一口油 我打算拌東西沒問題 那些反式脂肪 瀝在血管上 就算不是發炎 你的血管都會塞 很嚴重 大量的乳製品 牛奶 芝士 芝士 也不太好 因為它有重大的 刺激素來源 它要打到牛身上 讓它懷孕 多喝牛奶 多人說肥仔奶 所以乳酪也沒有吃太多 但是人們會覺得 你知道嗎 小量 當作減肥的人 狂吃 對 或者長途不健康 還有很多人說 生酮飲食 吃肉不吃其他東西 不吃澱粉質 但是如果用肉做主食 你吃很多紅肉 就容易發炎 加工的食物不好吃 加工過的 其實我看過 再厲害一點 有些人會濕疹 怎麼辦 人家吃的那些是正常的 你沒辦法 你有那種底 所有的 米粉 可粉 白米 白米 糙米 三色米不要緊 白米 因為跟升糖指數 跟精煉有關 逢親打出來白酥酥 它是精煉過的 那種糖的 經過加工 都會令到你發炎 你戒得到那些 可能你就沒事 這樣說 什麼都不能吃 是的 蕎麥麵可以吃 可以 蕎麥麵可以 有什麼可以吃的 蜜包可以 蜜包你要看 純蜜 大蜜 很多粗糠的 那種 越硬的就越吃 越硬的就越沒問題 越南自治的那些 裡面可能有很多牛油 沒錯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經常叫人還有什麼 戒糖 有糖分的 即是精糖的 吃糖 如果有些人外面吃飯 那些咕嚕肉 好甜的那些 很多 那些都糟糕的 酒精也是很嚴重的 當然是兩杯 其實你到這個時候 大家想到 你真的 飯又不能吃肉 又不能吃 你要健康 就是了 其實你要先拘捕平衡的人 吃三文魚 你會失控的 因為失控有些位置高了 蔡蘭經常叫人不要吃三文魚 我最喜歡叫人吃三文魚 三文魚挺有益的 蔡蘭叫人不要吃生的三文魚 是嗎 有蟲 有蟲 我最喜歡叫你吃那隻煎 你熟的那些很多人吃 西方社會也很多人吃 是啊 大家都知道Omega3那種幫手 對你的腦 這個發炎 剛才說了一小部分的病 原來 剛才除了Cancer 會發生惡化的轉移 心血管疾病都跟發炎有關 經常說的心肌炎 你不要經常說針 你本身體質有東西令他發炎 他是個誘因 誘發他發炎 沒錯 腦神經的問題 失智症 柏甘信症 可能你腦裡面有一條血管發炎 好像電線一樣關掉 有這個問題 糖尿病病發症 高血壓 動物生失 神經病變 腎病 全部跟發炎有關 肌肉關節炎 痛風那些也是 所以我經常找 是不是豆腐令到我痛風 黃豆製品 原來後來不是 很多東西 是豆漿裡面的糖 很多東西都會導致你有痛風 我告訴你 有一個也是萬事萬靈的 麥當勞的橙汁 我喝人造果糖 除了會令你痛風 還會令你頭痛 你以為他在你面前拿兩隻橙給你 沒錯 對 嘟嘟 正常過 剛才提到 萬性病 牛皮癡 烤痠 雷風濕關節炎 濕疹 總之 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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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癢的身體 經常都跟發炎 全部有關 是 全部有關 有時候 你人就知道了 你吃得多東西 突然皮膚敏感 其實都是發炎的一種 沒錯 你對得太多了 教大家 17種食物可以抗發炎 我只是說一次而已 這些養生都是看你緣分 沒錯 你真的學到這件事 你的人生又年輕又健康 又行得順 有些什麼事情 你立刻可以自己轉一轉 幫他 對 對 對 吃什麼可以抗發炎 紅蘿蔔 哇 對 南非國寶茶 我沒聽過 這個真的不知道什麼 對 他說南非國寶茶 吃橙 吃橙 吃橙也好 維他命斯和甲的來源是不錯 吃橙 另外就是吃梅類 藍梅 紅梅 什麼梅都好 我發現 其實提子也好 提子皮 葡萄 也有花青素 都是抗炎的 但提子的糖分太高了 那倒是 吃到血糖一飆 你會抄東西吃 你很難買幾顆 提子 我才 你抄東西可能會分幾餐吃 是啊 所以也是 我最喜歡吃南梅 南梅經常說補肝 它是低糖 南梅好 任何謊吃南梅 眼睛也好 眼睛也好 肝好眼睛也好 是啊 然後就是 很多脂肪的魚類 你以為魚肥也不好吃 魚的魚油不怕吃 是啊 要看清楚 是啊 魚類的魚油 大家都經常說 吃完會有滑滑滑滑的 對 但是那些對你有益 沒錯 豬肉的又不好 美國心臟協會建議 你每個星期至少吃兩次含有脂肪的魚類 吃魚油 非常好 沒錯 沙甸魚、三文魚 那些最好 青魚、飛魚、蹄魚 那些 全都在嘴裡 可以抗發炎 你叫我昨天和你吃 現在我也沒有 當然 也是 青花椰菜 十字花科 西蘭花 椰菜花 又是最好的 最抗炎 又有protein 最高蛋白質的植物 洛梨是什麼 是不是牛油果 應該是 牛油果也好 我昨天吃牛油果 鹿叉 我都是抗炎大餐 我吃日本食 我昨天吃了牛油果手卷 燒三文魚 三文魚勁吃 然後喝綠茶 其實綠茶也是一個重點 當然 你不要每天吃 正常吃得太多 又會不同 變了體質 椒類 辣椒、甜椒、紅椒 幸福紅椒 紅椒 紅椒才夠多維他命 燈籠椒、三色椒 那些就可以了 好 然後蘑菇 蘑菇 有些人又怕 痛風 菇類很容易引誘 你以為是 好像我以前以為豆腐令我痛風 你嘗試介紹我剛才說的糖、肉 你覺得關不關蘑菇屎 我有朋友吃得很清 吃飯、喝湯、吃菜 沒什麼肉、沒什麼豆類產品 那這樣很低蛋白質 這個人 痛風 什麼? 痛風 怎樣有化他呢 不知道 總之 他這樣做已經減少了 我告訴你 痛風的病機 是腎虧 補腎 你的腎分解不了 其實腎強是不痛風的 那要找誰 強腎痛 不是吧 補腎 看中醫 蘑菇是這樣寫的 有些人說會 可以 但我覺得 剛才我說的發炎食物 會令你更加嚴重 葡萄其中一樣 都是可以抗炎的 沒錯 薑黃 明白 其實抗炎 剛才說第一類 最初是說健身的 我跟那位健美先生 請教過之後 他的肌肉教我練得很好 但很痛 他告訴我 吃薑黃 抗炎 人就沒有那麼痛 就是消炎使用藥的幫手 但我們不吃藥 我們是這樣的 用食物當作藥 如果你不用食物當作藥 你就會變成用藥 當作食物 那你是藥王 那時候變成 我是草本 你是草本精華 草本食療 你是神弓師 又不是 接著說 特級初濟橄欖油 初濟橄欖油 要初濟橄欖油 都是抗炎的 黑巧克力 嘩 很苦的 巧克力是幾樣的 裡面拌了牛奶和糖 糖和牛奶是發炎的 黑巧克力本身是抗炎的 當藥食沒問題 你黑巧克力 現在外面有份 多少百% 70%以上 很苦的 最好這些 我女朋友最喜歡吃 我也是 我的舌頭已經怪了 小朋友不喜歡吃 老了一舌頭 第十五樣就是蕃茄 蕃茄也是抗炎的 也是什麼 什麼 這個 茄紅素 茄紅素 對 茄紅素 你知不知道哪個多 西瓜 西瓜嗎 真的嗎 西瓜有很多 西瓜肉還是西瓜皮 當然肉 紅色的就是茄紅素 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那陣子吃西瓜 我才知道 我先買兩個吃 櫻桃 櫻桃 櫻桃也可以 菠菜 菠菜 也是抗發炎的 大家看完之後 就開心了 開心 身體健康最重要 大家經常吃藥 其實只有那句 不要吃那麼多 古靈精怪的藥 不如你吃藥 不如吃飯 不是吃飯 吃那些 其實現在大家很相信那種 吃療 自然療法 是啊 我也想你馬上吃 嘗嘗 有辦法 等一下 我的食物多到 是啊 我家裡都 你家裡都 多 我們都是那些藥王 大家都是 不停在嘗 軟仔王 沒錯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年紀大了 要好好保養 沒錯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